您先说说你们的故事 是这样啊 我呢 退休以后 反正我一直单身啊 退休以后 跟一般的退休职工是一样的 整天就是 做饭 吃饭 睡觉 溜弯 后来看这广场 这些跳的教育舞的挺好 又健身 我也想学 但是 我这小脑不但发达 这玩意儿学跳舞 费劲 挺费劲的 我就跟边上 我就自个儿就这么说 是吧 有跳舞学着 我不这样吗 我就这么瞎比划着 有一天呢 小池上我跟场来了 说大哥 您在学跳舞吧 我说是啊 我说没人教过 他说我来教您吧 哎呦 我人家躲我都躲不过来 他怎么主动找来了 我这女人真好 这个人呢 体现什么 贤淑 善良的性格 所以给我印象特别特别好 这样的女人都习惯 是是 但这年龄你不牛 你不喜欢了 太大了 我喜欢 我们喜欢不是你那种喜欢 对 然后呢 一来去呢 我们俩通过互相的接触 就是互相了解了 要相近两个来月了 越了解越角度人好 您什么时候认识陈阿姨的 我比较晚 可能一多月左右吧 我是刚搬那小区不久 每天晚上下去溜达 我看那么多跳舞的 我说我去学一学吧 这个又健体 又娱乐 是吧 挺好的 健身 我一问啊 正好是 其中行 正好问 缘分 后来我一问 他小陈还挺不错 他呀 真带心教我特别笨 我跳舞学得慢 那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他 我喜欢上他 就是看他舞姿以后 在接触以后 我觉得这人气势挺好 我觉得跟我挺般配 他嘛 岁上那么大了 身高体型外貌都不行 我十天有点好感了 知道吧 咱也不 咱也因为人家没意思 我还能看 人家意思不是明显 对不对 所以我呢 有好感 有好感就得追求 对吧 你怎么追啊 不借机会了 跟他跳舞学吗 跟他接触 我都聊一聊 我倒想牵手呢 压一马路 六里公园 还没这机会 他又给我乱来了 你刚刚才他出现了 对对对 情敌出现了 他到我 对情敌 他到我啊 像他的了 什么叫你啊 你算干嘛的呢 谁都可以跳 谁都可以学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双方的子女都支持你 都支持 您孩子是闺女 还是儿子呀 儿子 如果你要幸福 我就幸福 希望你能好 你能君上阿姨 你就追 就看你本事了 好儿子啊 您是闺女还是儿子 闺女 闺女支持吗 支持啊 为什么让我搬他那住去呢 就怕我不单 也谈过说 你要找碰合适呢 就啊 就看着合适 就可以发着发展 这么我们也放心 您有人照顾 我想问一下 你们俩在这个分数上 身子骨 谁最好啊 你能比吗 哎 我身体健康 拜不吧 你试试 拜不吧 我们这样 我们做个俯卧车试试 可以啊 看谁做得多 没问题啊 好不好 看谁老当益壮 好不好 比不比 我怎么要比他多啊 真来 没问题 不要硬来 千万别扭了腰啊 伤个腿胳膊 不行 不行赶紧马上起来 行不行 开始哦 你一个我冲单前要被大几岁 好来 没关系 好 没事 那您这 您可以 您可以让赵叔叔叔 不用 不用 好 来 好吧 准备 开始 一 二 三 八 九 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 行吗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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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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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他也不软 他不软 两位叔叔 经过我们验证之后 身体素质确实不错 58的62 能做二多个俯卧生 确实不错 而且很标准 为你们的毅力 我们鼓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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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